娱乐圈有不少草根明星凭借着对音乐的一腔热情 参加各个选秀舞台最终脱颖而出 而成就草根明星最多的平台就是星光大道 草帽姐大一哥刘大成阿宝等都源于这个舞台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一位啊 比阿宝晚两年走上星光大道的农村大妞 他是王二妮 王二妮呢1985年出生于陕北榆林一农村家庭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从小都是在山里面练习歌声 自然而然的也就练就了一个清脆的好嗓子 成名之后的王二妮除了是当红的歌手之外 还当上了大官被评选为政协委员 如今已经有很多的头衔了 包括北京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政协委员等 王二妮出了不少音乐专辑 如爱闪北我从西边来丰收中国等等 还曾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2015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主题为 黄土地的诉说的个人内地首场音乐会 唱而优则演 王二妮也向演艺圈发展 在电影《酷恋》中饰演王小花这个角色 这部影片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芯片奖的荣誉 现在王二妮不仅成立了自己命名的王二妮助学基金 还给经纪人老公买了辆奔驰车 飞上枝头做凤凰 成名高收入之后 第一时间就是回家孝顺父母 给农村的父母买几套豪宅 二楼的生活过得舒心快乐 王二妮那也是彻底大变样 靓丽的打扮住着几百平米的大别墅 难怪网友说这样的奢侈生活堪比赵薇啊 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地成功 要想成功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 还有做人的原则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王二妮成名不忘回报父母 感恩父母 相信他会走得更远 红得更久